今儿有一个无品之府 参合起咱们朝廷的封疆大吏 大清的恩人吴三桂 这是我们的康熙大号 爱新觉罗道明第一次上朝 而我们幼年康熙少年康熙 历经我的和尚父亲与秦敖拜 两个副本后终于下线 青年康熙举起一道折子 折子的内容便是新副本 彻三番的续言 臣朝周之府诸国志 据时参奏平息王吴三桂 该王暗中仰寇自重 私助银钱 王牧兵马欺瞒朝廷 有列土封疆之事 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吴三桂不愧为大豹子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 他的反击就来了 臣平息大将军吴三桂 据时参奏朝周之府诸国志 无视朝廷严命 败坏国法民风 虐待树原草菅人命 在细书之前说个冷知识 其实就按史诗来说 在当时如果真有这两道折子 诸国志参吴三桂的大概率 是栽赃陷害 而吴三桂参诸国志的大概率 却有其事 这诸国志历史上 可是个大谈官大库吏 曾任江族巡抚 在任期间搜刮无度 人称朱白帝 即所过之处皆白帝 可见其贪污腐败程度 当然他最著名的 还是草菅人命 制造了江南著名的 秦宵案 枯庙案 即罗之罪名 上海文人 其中最著名的受害者 便是大文豪 金盛探 然而就因为他在 吴三桂仪式上立场鲜明 他最终进了清廷的忠臣路 结合以上 诸国志和吴三桂 这波相互弹劾事件的原委 很可能是这样 诸国志被贬到云南后 还不老实 结果被吴三桂逮到 就在吴三桂准备将他 就地正法时 他一道奏折 递到了京城 这招能强行保命 为什么呢 下官弹劾平熙王 拥兵自重 同谋不轨 平熙王立刻四战下官 这岂不是 做贼心虚 杀人灭口吗 果然 不出诸国志所料 藩王之事 丝毫关乎国本 为安心 康熙下令了 你污蔑本王的作者 已经在朝廷里 引起了风波 本王知道 一旦杀了你 眼官们定然会 非议四起 恭喜了 刑部发来借文 要听一道京城会审 好了 以上都是大浪个人胡说 眼归正传 诸国志被押往京城后 沿途恰好救了个 落难的旅友 叫周培公 这周培公 博谷通筋谈吐不凡 二人很快 成为好朋友 在诸国志请周培公 吃最后一顿饭 准备分到扬镳时 官兵给周培公 带上了枷锁 此时周培公才知道 诸国志是戴罪之身 由于周末 为官庆联 他们几位始终以礼相待 但是进了京城 就那些王法咯 顺势也将自己 弹劾吴三贵的事 告诉周培公 担心自己 逃得过吴三贵 逃不过朝廷 安抚吴三贵的心 所以自身并不抱 多大生的希望 朝廷为了免除 他携仇报复之嫌 特将只交刑部一斩 哪儿想周培公 思索一番后 语出惊人 或者说道出真相 大人死刑 也许有惊无险 周培公表示 不论吴三贵 是否真的想谋反 三番伟大不调之事 已成定局 朝廷的撤番提议 早已秘密提上了日程 所以为了敲打吴三贵 恶心吴三贵 皇帝很可能 反而不杀你 诸国之大喜也大惊 眼前的这个周培公身在江湖 却对朝廷的规划 了如指掌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希望大清国君主 主动向沙皇陛下 修好称臣 将黑龙家刘宇等徒弟 规划我们俄罗斯 康熙大帝爱新觉罗道明刚上线 便钻进副本撤三番 三番分别为 平南王尚科席 镇南王耿京忠 平西王武三贵 为打通副本 必须要先了解 副本的三大boss 于是康熙便下令 让三王紧经面胜 然而最终指来了平南王尚科席 和镇南王耿京忠 至于最强的吴三贵 已经听宣不听调 这日 康熙召见三王 吴三贵由其子 无应雄代替 为敲打三王 康熙准备了一出好戏 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彼得 他是个皇上 朕也是个皇上 大清国不想占沙俄 一草一木 但是沙俄 也休想占我大清的半寸土地 这洋人外交官是按流程办事 他当场警告康熙 你们大清看起来很牛逼 其实也就是糊弄糊弄自己 听说你们的三番 都已经准备叛乱了 你们西南书敌 已经有三位将军 已经居兵叛乱了 话题很自然地 转到了三王头上 康熙也很自然地 把在场的三位亲兄弟 拉出来表扬一番 三王为了表示忠心 自然也是要 飙一波演技的 你听着 今儿个皇上给你面子 否则老夫废把你四十万断 老毛子你听好了 本将耿精忠 己所不官兵 生是大清的人 死是大清的魂 只要皇上一声令下 本将立刻提兵北上 灭了你俄罗斯老家 大清国君臣一心 康熙帝四海为尊 而等满蚁既不读书又不识字 竟敢在我皇面前 狂犬废日 太感动了 我哭了 你呢 戏宴完 康熙立即吩咐魏东亭 把洋人驱逐出境 料理完三番朝进 康熙来到大狱 会见诸国志 刚见面 自然是要调戏一番 康熙一会儿要把他腰斩 一会儿要把他砍头 诸国志 你知道你为什么死 知道 臣诬陷吴三贵 你没有诬陷吴三贵 吴三贵确实有不臣之心 早晚必反 我本来不想让你死 但我奶奶爱心举罗 孝庄和曹操都曾说过 关键时刻 需要借助一些人的人头 来换取太平 诸国志 你放心 你死后 你的家眷 朕将使他们为亲骨肉 就在诸国志准备慷复死时 臣明白了 臣死而无憾 康熙又变卦了 诸国志 你果然是肝胆诏人 朕如果杀了你这样的忠臣 朕起不成了昏君了 苏克沙哈在地府里表示狠干 最终 康熙不但放了诸国志 还胜任他一品云南巡抚 让他回云南去恶心吴三贵 诸国志顿时感激涕零 临走前 打算问康熙要一个人 什么人 周培公 这谁呀 我们没这个人呀 康熙疑惑 诸国志告诉康熙 这周培公是个预言家 前几天就告诉我 我这次会有惊无险 但如果三王面胜 吴三贵不来 您就要拿我的人头 来安抚三番 康熙大惊 这逼差点让他装满了 还好我骑高一拙 没有杀你 我不允许大惊 又逼我更牛逼的人 明珠派人寻找此人 带来见证 注意看 这个男人眼疾手快 姑娘来玩东方脑脑 一个秀李乾坤 居然将康熙的钱给偷了 康熙见他人模狗样 却坐着鸡鸣狗盗之士 内心倍感鄙夷的同时 也倍感兴趣 这位兄台贵姓啊 看您的穿戴 荣华富贵 怎么也 也爱喝豆腐脑吗 在下李明山 附我精硬 是 居然是个学子考生 祖国未来的花孤短 就这道德水平 一番交流 康熙发现这人 虽然手脚不干净 但是目标远大 他不但要在市警行窃 将来有机会 还要入庙堂行窃 康熙被气得投影目眷 可眼下是微服私房 寻找周培公 没空收拾他 憋着气 康熙准备 向他打听周培公的事 没想到他还真认识 周培公嘛 城隍妙名士 自称是 京时子极 无一不通 实际是 寒香木马桶 可惜了材料啊 你为什么如此说话 会靠时 周培公竟然忘记了 规避皇汇 没将悬字缺笔 这还得了 亵渎皇尊 当场被考官打出来考场 康熙知道周培公是个人才 不禁替他 抱不平 他也知道 一般出现这种事 只要给点银子 考官就会用修正液 帮忙遮改 一句话 不至于此 谁叫他周培公狂妄呢 现报活该 都是学子 说话 怎么如此刻度啊 我就是个刻度的人 你能把我怎么扎 康熙再次被气笑了 他已经不知道 多少年没被怼过了 上一次怼自己的人 叫傲拜 分头草 都已经三尺高了 好好好 李明山啊 你这座明山 你知道是怎么解释吗 叫明洛孙山 明洛孙山丝毫不怂 扬起高昂的头颅 打笑了起来 随即语出惊人 明珠中堂 亲口许过我的 肯定榜上提名牌 你听听明珠又收人银子了 这明珠不是别人 正是纳兰明珠 叶赫纳拉市 写人生若只如初见的 清朝著名师人 纳兰杏德的父亲 他属于 继索尼 敖拜等初代四大俯臣后的 第二代四大俯臣 和索尼 儿子索额图 同为国相 政治上相辅相成 也分庭抗礼 介绍了这么多 就是想说 这李明山 确实有点名堂 居然能攀附到 国家第一梯队的官员 然而 苦心攀附 却遭到了上天的 降维打击 我现在就告诉我 不管你 孝敬明中堂多少名字 只怕你还是上不了黄吧 跟李明山立下弗赖个 康熙便去找周培公了 周培公这两天可惨了 身无分文 整天住破庙里 还遭到和尚驱赶 实在恶极了 就来豆腐骑尸这儿 蹭完豆腐脑 话说 这豆腐骑尸身负冤情 为报答豆腐骑尸的 疑犯之恩 周培公亲自为其写撞词 同时将词编写成曲 让他编卖编唱 增加舆论力量 而几分钟前 康熙微服私房 到豆腐脑摊前 那位恩人写成唱词 给我伸冤的 让我瞧瞧行吗 你真有冤屈啊 背面是什么 恩人说 是皇上的老十五次有 写给明中堂的鉴信 官人您敲事吗 确实是吴先生的书信 他请明珠向皇上 推荐一个济世之财 周培公 是真的呀 我还以为恩人自夸呢 这个周培公 竟将这封 价底万金的鉴书 给小姑娘写了壮旨 自己却以身了倒 康熙将如何收服周培公 周培公就将如何帮助康熙 对抗吴三桂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回再说